6月22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 白俄罗斯代表65国做共同发言 强调香港、新疆、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 反对处于政治动机 基于虚假信息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 反对与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此后持续有国家在人权理事会 表达对中方正当立场的支持 日前格林兰达·吉尔基斯斯坦 联署了上述共同发言 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截至目前已有67国联署品华共同发言 还有20多个国家以单独发言 联合致函等方式支持和呼应中方立场 90多国在人权理事会发出正义的声音 这不仅是对中方的支持 也是在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得到国主、失道寡助 少数西方国家打入人权旗号 干涉中国内政 打压遏制中国的图谋 注定是徒劳 已经并将继续遭到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